我发现你们真的无聊 叫我把水果干复原成水果 这不多词一举的是什么 太没必要了你知道吗 不好吃的东西 那就试试吧 首先我们找一碗水 直接把这些16种果蔬全部放进去 有蔬菜有水果 这个是青椒吗 怎么那么滑呀 然后我们需要等几个小时 看看他们是否能变成原来的样子 这个草莓是烂的吗 确实是烂的 这个是无花果吗 我们第一次见 泡酒水的味道 你看这个 真的还原成苹果了 看到没有 跟吃海绵一样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青椒 好 干 完全多好难吃 这个我认识 菠萝蜜 它的口感就很像 只不过没有我们吃那么筋道 比较烂而已 我浮了这里面还有香菇 啥的不是 好难吃 完全没有了水果的清甜和清香 我估计很多味道都融在水里面 我记得最早看到印度萃球的时候呢 是在摔跤吧 豆豪 爸爸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 真的就看它们吃的非常香 而实际上它们趟来是 非常臭的 这脚臭味 然后它们萃球呢 就由这个帕尼布尼饼片 经过漫长的油炸 然后再制作好的 最后还要搭配这种 大家都知道的 厕所味的马上拉 这个好正宗啊 最后呢我们需要准备 土豆泥 洋葱 还有这个辣椒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摆摊了 这个盘子也是印度的 专不专业 沙沃迪卡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1 1 please Soka Mas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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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不够孩子 为什么会肉呢 哇哇哇哇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 完了呀不会吧 有点上头 完了 我现在感觉它不臭了耶 就入口的话会有那种酸咸酸咸的口感 我觉得我行了真的 我甚至感觉我能开创一种新的吃法 看好了 印度人 对不起 粉丝的油开箱 没错 发财了 谢谢你们 不知道你们记得是惊喜还是惊喜啊 我们先从小的开始 你给我一个美食博主寄口朋友 你觉得我会偷偷去用这样的东西吗 下一个 给阿姨倒一杯 感谢 下一个 看不见了 眼见了 哈喽 嗯 这里有两包糖果 我还有两包果干 这是一本书 感谢 下一个 然后这是他们的特产 我们拆开看一下 为什么打死结啊 真的看上去好好吃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不试吃了 感谢 哇 它这个是山东小吃 呃 什么字 我估计会很好吃 感谢 是不是很像披萨 这个是一个纸头套 就是要自己去拼嘛 素材啊 感谢 哇 这个好重啊 野菜汁 真的把它榨成果汁 我第一次见 试一下 嗯 视频的最后的糖尼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一如既往的支持 有你们真好 一起加油吧 很多博主说 这款预计性泡面 要比火鸡面辣30倍 比鬼胶面还要辣3倍 作为一个曾经挑战过 三桶鬼胶面 不喝一滴水的人来说 你觉得我会怕吗 啊 一包菜包 一包酱包 没了 筷子都没有 卖我四十五 我发现它这个盒子 都是泡沫的 好环保啊 让它泡一下 然后从这边倒水出来 我最后就是这包辣酱了 它这个酱不像那种火鸡面 酱比较粘稠 我闻起来确实有那种重要的味道 我们先试一点 我去拿冰水 还剩一口不能浪费啊 四十多的 如果说瑞典的飞鱼罐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 那这个瑞典的干燥糖呢 将会刷新我们对味觉的认知 听说很难吃 这不是我骗的 这是我搬写的 作为一个吃过日本超酸糖和美国怪味道的人来说 我觉得我应该能胜认 嗯 里面有那种药的味道 它里面是这样的 吃一下 好咸啊 它这上面不是糖粉你知道吗 它是盐 像在嚼盐一样 罗马曼的就会有那种说不出的味道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里面是这样的 看起来的话 这个大鸟比这小的好吃 好 试一下 明明叫干燥糖 吃出五香八角贵皮的味道我就认了 对吧 上面撒盐是不可以操作 就不是折 它上面的盐就是一片一片的开裂 直接拿来可以炒菜了 真的 做红烧肉 啤酒鸭 五香贵皮盐都不用放 干 这是一份听说只有北京人能吃下的东西 豆泽 啊 豆泽 有点像抹茶 就是那种厕所的水搜掉了的味道 你们北京人每天都吃这个吗 那不小心撒在裤子上 下一个 香油圈 就闻起来有点像那种炸油条的味道 下一个 咸菜丝 这个有点像辣条 里面有好多那个小汁 下面呢我就要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北京小吃 它这个味道真的很重 这一下 这味道好吃 我先喝一口 这个咸菜看样子真的很有食欲 吃一点 好甜啊 然后卖家跟我说热一下会好一点 我不信 要不然到时候真的成了幕后主食者 对吧 得不偿失 parce 我还不太美 不饮软糖的时候呢,我在想,这真的是用来吃的吗? 在外国,就是小朋友很流行吃这个 几斤中的你敢信? 嗯呀,就闻上去有一股那种浓浓的香菌味 这边是草莓的,抱个头啊 真的,我都不能描述你们就能看出来 就跟你叫猪皮一样 这个感觉我这腮帮子很酸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蓝莓味的 哇,怎么有点怪味啊 哇,你看它这里的相机都没有拌匀 好多小点点 哇 также我很像,咱们在这铺里面 还有一位朋友,她叫我是吃海葡萄 海葡萄?海里的葡萄? 我原本以为是这样的 而实际上 就这么的,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叫它葡萄 南门子葡萄,30块 阿西巴,猜给我来看一下 一股心臭味真的 这会好吃吗? 巨弦我天哪 就跟吃盐一样 不行不行 我找一下卖家 这后面写了 使用前放进清水 泡发三分钟 是不是感觉很生气 就那么一小包泡一碗 泡它只需三分钟 泡我 讨厌 现在我们来试试 就那种咸腥的海带味 我们来一点调料 这味道不错 也别说 有点像是烧烤 不错 它这个感觉就是 你加什么东西 它就是什么味 然后会顺带一点 那种咸腥的口感 很脆 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 那种缩粉的感觉 还不错 真的 都被我吃完了 粉丝离物开箱 我觉得我今天有不想的预讨 因为我在这些快递单上面 看到了粉色 天使的字样 按照惯例 我们先从最大的快递 开始拆起 怎么还有一个箱子 包的有点严实 感谢 下一个 这个上面有天使 哇 哦 它这个是一个天使的工艺品 怎么玩的呀 我也不会呀 待会就研究一下 感谢 下一个 感谢 下一个 哇 它这个是巧克力棒 香菜味的 我最讨厌就是香菜 真的 嗯 吃不出香菜的味道啊 为什么呀 还挺好吃的 嗯 你们知道吗 就曾经有一个人 他给我寄了三盒 香菜饼干 之后呢 他买在就必涨价 而且是超级加倍的那种哦 感谢 下一个 原汁臭酸 酸中有辣辣中酸 这字上面都已经发霉了耶 嗯 嗯 嗯 啊 有人寄屎 我知道 这是世界上最难喝的饮料 对吧 但是你也不用给我寄这么多吧 是怕我不够喝吗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吃 降火鸡 哇 这真的是用土包着的耶 这也太正宗了吧 一斤鸡半鸡土 烤箱上下 二百五 死根 好 我们来试试 好吃 好好吃啊 撒点送的胡椒粉 感觉还差一点味道 因为我比较能吃辣嘛 所以我们直接来挑战一下魔鬼辣椒 看不清谁呢 真是 真是 老爷妈呀 这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吼 试一点啊 再来一点 感觉没有肠肉那么辣耶 哦 哇 口菌好大 这么感觉比鬼的面还来 不是不是 那 哈哈哈